日前中華大橋有兩名男子騎車 致狀工程車意外生故 而不幸身亡的王姓男子 因為家境困難 位在台東市的地藏王威林廟得知之後 向官山警分局表達 有意願要捐善款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官山警分局因此協請了武林派出所所長 把這筆善款交給了王楠的家屬 日前台東市區中華大橋上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騎乘機車的20歲王姓騎士載著16歲的邱姓男乘客 在行經該處時因不明原因製造橋樑上的工程車 兩人送醫後傷重不治 而位在台東市區的地藏王威林廟在得知這件漢事後 主動向警方表示要捐贈智商的善款 給予王楠的家屬 日前在官山警分局武林派出所的所長陪同下 將這筆善款46,700元的傷障補助費用 轉交給了王楠的家屬 其實沒有什麼事情是遠遠的 還有一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天會離開 時間早時間晚 我們只能接受 還有把當下的生命過好 所以你爸爸還好有你 沒有人 沒有人 對 對 他會說 我們是騙子像 MG主角 G主角 基督教的這個信眾 往生以後 也是神會建議 他其實都看得到 他們也看得到 他也不希望你們傷心 也不希望你們 因為這樣的事情放不下 造成心理 心理上去 所以我講 我們都孝順 我剛才是所長講 是未討好 未討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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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 還一點點幫忙 所以我們所長 剛剛有 以後有見話 有什麼 以後有什麼需要幫忙 對 對 雖然王南的家屬信奉基督教 但該廟的善心人士 暖心的以佛學的角度告慰家屬 不論是信奉哪種宗教 均是希望能夠透過信仰的力量 給予精神上的慰藉 並好好面對未來的生活 整個捐贈儀式簡單溫馨 而家屬也一再感謝警方 以及廟宇的協助 記得陳吉林言評相報導